石頭比較濕,小心 頭胎算了一點 有些人,有些人 有些人,有些人 打開 噢,鎖了 一條頭塌放了少氣,有些信心 GO 雞屎 傻仔,應該在左手邊 嘿嘿 走習慣了右手邊,左手邊 沒有水,不會剩十條塌子 快樂 快樂 這隻貝高潮,小心 真是頭胎算了點 始終地縮白 我平時行這條線 這個木頭 順心 快了一點點 我走這條線 大件的泥濕 反而這邊也給了薯筋線 信心沒有了 就是沒有了 應該這裡好落 好 頭尾也被弄了一點點 真是沒有信心 回來 好 頭尾也被弄了一點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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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沒了 哇,這裡啊 咬多一點 好,打張卡先啦 咬多一點貼士彩蛋 剛才太緊了這個 我也沒有用磅尺的力度 手感已經足夠了 什麼彩蛋呢? 就是這條用途 可以再玩CALLS UP CALLS UP CALLS UP 這條膠圈著 不用每次都要剪紮 環保一點 就是這樣 剛才不是說這條好像不夠長嗎 原來只不過這條鮑魚 不,這條鮑魚 不,這條鮑魚的高度不適合 這條鮑魚的高度很整齊 不過如果買了純黑色就更好 黑色就更好看 但我現時有的就是這條透明 所以就玩了這條顏色 彩蛋,或者叫做貼士仔 再用一條小彩蛋 這些手套用完之後 通常有些油黏著 就不會再用 因為怕會摸到它 但是呢 我就會把它反轉 油向裡面包著 為什麼呢? 放在背後 有時候大吉利時 在山上要做單車鏈 有這個就好 因為做完單車鏈 就很差 你的手有油 戴手套也不好 做好手套 另外呢 摸到手筒 是很嚴重的 這些膠有時候會遇到 一些鏈油 甚至是 最差的是哪種呢? 胎絲領 即是那些叫做奶水 如果你有機會換完胎之後 那些奶水 做下來這裡 整個手套黏黏黏 就很不舒服 所以有這個手套 很輕的 摺在背包裡面 到它真的太殘忍 就扔掉它 都沒所謂 這些都是積氣 一遍過的 那這個提示也講幾分鐘 拜拜 拜拜